只是在台北信義精華區的 圓柏S3百貨用餐 吃了一份大馬風味的炒果條 這麼平常的消費體驗 居然葬中了兩條生命 還有十幾個消費者出狀況 真的嚇死人 只是在百貨公司吃個飯 都會死人的這份恐懼 因為隨時都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 到底是品牌經營的疏失 還是所謂的切面人下毒陰謀論 在真相還沒有出來前 老闆的下場 跟受害者最後到底要跟誰討公道 討不討得到公道 這個事件就我們團隊分析後發現 一連串的偶然錯誤 最後變成必然的結局 我們特別加開一起來分析 關心跟討論這場 似乎是注定的創業災難 我台灣一個離開人就沒了 保齡查士中毒案震驚社會 這是第一起因為吃素食引發的命案 死者原先都有急性腸胃炎症狀 但怪異的是抽取檢體卻驗不出腸胃炎細菌 一般的肝衰竭也起碼都可以用 葉克膜這些等等去呈個幾天 像這樣子這麼猛暴性的 酸中毒 肝症衰竭 然後在三天之內人就沒有了 大概我們也是第一次旅行 病程快速惡化 死傷人數越來越多 由醫界吹哨者提出 這是米酵菌酸造成的悲劇 它存在2015年 墨山比克啤酒中毒案 奪走75條人命 2020年大陸黑龍江有全家人 吃了玉米發酵的麵食酸湯子 結果9人死亡 吹哨者的推測一語成誠 事後證實毒素就是米酵菌酸 台灣現在沒有解毒劑 群醫束手無策 某一位這個解剖的過程 它產生的這個前提裡面 有驗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米酵菌酸 它是肝毒物 所以剛吃下去的時候 還沒有到肝臟之前 你大概沒有發現它有什麼 但保齡風暴還在擴大 因為患者全集中在19到22號用餐 還有多少人把有問題的櫃條 河粉吃下肚 簡直不敢想像 米酵菌酸是發酵的椰子或米類 受到細菌污染所產生 它的可怕之處 是專攻大腦跟肝腎 會癱瘓細胞代謝 讓最需要氧氣的重要器官 迅速壞死 一毫克就能致命 而且這多重器官衰竭 往往會發生很快 就在你吃到污染的食物之後 可能一天內就發生 現在全案轉向形式偵辦 保齡茶室全面停業 檢方查扣了貨單 監視器跟主機 19到22號期間負責主食的 都是同一名越南籍廚師 被依食安法跟過失致死罪送辦 離姓創辦人 則是被限制出境出海 提醒你有什麼話想說的嗎 有說我想要跟受害者說的嗎 就我父親他一直都是一個 非常健康的人 沒有任何肝的問題 沒有任何腎的問題 就是去吃了一次飯 我台灣一個離太人就沒了 你是不是跟人家有恩怨 你是不是跟人家有糾紛 是不是有人會來對你俠怨抱負 對 說對 我好像有欠債 但是他最近的評論 通通都是非常的惡評 這一家店是3月31號 因為朱約到期就要關門大集了 結果他竟然跟你講在換菜單 他隱喻了好幾年 結果都沒有問題 突然在最後15天的時候 開始變很難吃 請問一下這個機會有多高 到底是食物中毒還是下 他有5家店 你5家店怎麼只有這家店有問題 對 所以這時候講到一個重點 為什麼我們在講 現在往刑事案件辦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第一個店長個人有問題 再第二個 保留跟他講到一個重點 5家店請問一下 用的食材會不會都一樣 當然一樣 主要食材都一樣嘛 那貨源會不會來源都一樣 當然一樣 一樣啊 因為我要確保我的品質保證 再來我再問一件事情 我為什麼要開5家店 我要開5家店我要幹嘛 我要壓縮我那個所謂的 淨財的這個成本 剛才講開餐廳 我家以前開過餐廳 開餐廳有個重點是什麼 你淨料很重要 你的淨料 你的貨 你可以賣越多 我可以壓低價錢 我的淨料越多越新鮮 我賣得更好 量大就可以cost到嘛 好那是時候 有一個最奇怪的事情來了 這5家餐廳都用一樣的東西 而且剛剛我們講的 一堆人都吃這些龜啊 而且因為他現在也沒得選 只能吃龜啊 但他包括在信義計畫區 這個A13 這麼精華的地段 他每天的客人 至少50個上百個嘛 對啊 那應該要50個上百人都出問題啊 應該要這5家分店的人都出問題啊 那為什麼都沒有出問題 就這零星的出問題 對就這一家店 而且一出問題就很嚴重的問題 對就這一家店 然後這麼零星的人數 然後莫名其妙的 通通都產生這麼嚴重的病情 甚至有一個更奇怪的案例 這個案例是什麼 一對情侶去吃飯 然後男的也吃 女的也吃 都吃草龜啊 然後最後男的 身體嚴重 這個產生出問題 甚至敗血性休克 結果女方只有輕微症狀 所以這個很怪嘛 這跟食材的關聯性 越來越多高嘛 是同一個龜丫條 對 是同一盤菜 對 結果兩個人的症狀完全不一樣 那請問一下 台灣今天這個案子 是同一群人同病食物嗎 從19 20 21 22 23 都有 隔了一二三四 將近快要五天的時間 五天然後還剛好 一下是上午這邊中 一下下午這邊中 然後一下這邊中 一下那邊中 完全不合理 所以即便你講 對的確是細胞呼吸吸毒物 但是對 對這個米酵菌酸 根本對不起來 因為狀況跟落後環境不一樣 再來我跟我講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A13是什麼樣的地方 精華地段 高檔冷氣空調 再來寶傑哥 請問他們的叫貨的食材 運輔批送 要不要經過嚴密的管控 當然要 當然要 因為我跟各位講 百貨公司都會有稽查 因為他要他的面子 要他的門面 請問在這種百貨出了這種大事情之後 他們接下來的餐飲 你現在還有人敢去嗎 完蛋了 嚇瘋了好不好 現在百貨公司靠什麼賺錢 現在百貨公司靠的就是餐飲賺錢 如果你的餐飲掛掉了 你這個百貨公司就掛了 對所以各位 來你看到這邊你就懂了 這麼兩個極端的環境 你不會覺得我去信義A13吃飯 跑去跟中國大陸東北放在冰箱印的東西 會吃到同樣的東西嗎 同樣的毒素嗎 很怪 所以合理懷疑各位 整個方向減掉 我轉到這個方向 第一 如果不是食物出問題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餐清紙會不會有問題 筷子會不會有問題 晚盤餐具會不會有問題 不知道嘛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應該要 落實查的對象嘛 所以有人刻意的 對嘛 所以各位 如果說他是對單一的店家 他很清楚一件事情 一旦這件事情做下去之後 第一個倒霉的人是誰 就是那個店長嘛 那請問其他整個集團都沒事情 就偏偏只針對這家店 對 偏偏只針對這家店的食物 偏偏只有這家店的客人跟問題 當然A13是倒大霉 算他倒霉 但請問一下 這個東西越看越像什麼案件 你可以講 這案件還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也不是 是比較奇怪的 因為我們依照以前國外論文的經驗 會發現米酵菌酸中毒的病人 的診斷流程 大部分是病人體內驗不太到毒素 那他們從食品中 可以驗到食品有很高的一個中毒的毒素 所以都是從食品去診斷 整個中毒的流程 那台灣現在剛好恰恰相反 而是有可能會不會有一個下毒的情形 你要下毒 你不說每天去下毒嘛 你一天放過後就走 那有十九有二十有二二二二三有 你整個月都站在下毒 這是不可能 再來是中毒的人士沒有固定 你如果下毒你整個都中 大家都中中嘛 什麼也一般都中中中 所以是不可能的 保齡茶室去查 他找不到米酵菌酸 這只有兩個可能 一個可能就是 他破壞了現場 這個現場應該是有的 絕對不會沒有 第二點就是 你心裡已經有數 有數說 嘿 怎麼會這個米 我把這個米清掉 你就查不到 保齡茶室創辦老闆李仿軒 是馬來西亞的華僑 大學畢業後就留在台灣工作生活 原先在台中經營旅行社 哈旅行 但因新冠疫情的緣故而關門 並因此負債上千萬 之後轉戰餐飲業 買下勞和夜市的保齡咖啡館後 改賣家鄉的食物 開啟事業第二春 然而經營兩年多後 保齡餐飲也曾傳出經營危機 基欠蔬菜供應商60萬的貨款 六年內 設立五家公司 跨足旅行業跟餐飲業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賠錢 又不斷的喜歡做生意 從旅行業跨足到餐飲業 李仿軒在台中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各有14案 其中倒多是支付命令 也就是找離要錢要不到 從觀察支付命令的內容可以看出 李仿軒做生意 租店面未給租金 簽電話線欠電信費 行政費也欠 開業都很盛大 做臉書行銷 找網紅宣傳 結果卻都不理想 李正浩也在政論節目 檢視李仿軒的負債紀錄 並揪出其中的一份判決書 顯示在全人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欠款13353元 應該是基欠電話費 據李正浩的觀點 能欠中華電信電話費 欠到被告到法院 這是很賴皮的人才會幹出的事 但我經常接觸一些過不去的老闆 輔導他們 我個人的經驗是 他們就是真的繳不出 也不是說什麼賴皮 很多創業者經常卡死在一個 向下無法逆轉的漩渦之中 挪東牆補西牆的周轉求生存 電話費不繳還可以拖 但員工薪水不給 你明天馬上就不能營運 這就是現實的問題 輕重緩急之間 沒有欠到那種程度的經營者 或沒有做過生意的人 是沒有辦法了解的 3月26號 食物中毒事件剛爆出時 李仿軒還一句 我們的食材都是用素食 所以很安全 這不僅是提油救火 這是基本常識觀念題 一時輿論華藍罵翻 其實原定3月31號 就要撤出百貨的保齡茶室 顯然就是經營不下去了 只是沒料到才剩沒幾天 居然爆出這麼嚴重的事 不爆不知道 一爆嚇一跳 連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已經沒繳五個月了 並且陸續揭露出 保齡茶室在該百貨的 月營業額居然低於12萬 最後9天的營業總額為 38105元 細算下來 平均每天才10組客人 單日平均的營業額 只有4234元 紀錄顯示 生意最差的一天 是在3月18號 當天僅有6組客人 整天消費金額僅有1660元 加上這個核彈級的事件 這個品牌徹底涼了 再看李仿軒一路的 創業之路 大概很難東山再起了 如果吃死人的責任屬實 後面還有漫長的賠償問題要面臨 尚有父母 妻子也才剛生小孩在坐月子 他的未來人生之路 想必不是普通的煎熬 整件事串起來看 這是一場必然引爆的創業災難 突如其來的疫情打擊了旅遊業 附在逃離的老闆李仿軒 輾轉投入到了餐飲業 賣自己老家大碼的飲食料理 從路邊攤改良成創新的素食 企圖利用疫情百貨缺品牌進駐 用比較低的門檻切入 但還是賺不到錢又欠了一大堆錢的李仿軒 想必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想要怎麼翻身 也許是靠加盟賺快錢 給自己一個未來翻身的幻想 結果不管是從營運數字 或者是法律訴訟量來看 要錢的跟他能賺到的錢 分析下來他根本不可能翻身 這個時候絕境了老闆 想辦法翻身 哪裡還有時間去考慮很多的食安細節 能省則省 能方便則方便 而餐飲就是不容一絲的輕忽 危機就會從你所忽略的方向悄悄潛入 一次攻破 在這種困境中他肯定無法面面俱到 這種處境跟做事的方法 肯定會在某一個該死的時間點爆發意外 這個事件看起來沒有人是故意的 自己都快不能生存的老闆雪上加霜 倒霉中獎的顧客們 損失生命也很難找到應有的補償 一隻想翻身的老闆自己都過不去了 想必面臨很多的細節都會現實 省錢 方便 較不負責任的處事態度去經營事業 最後的必然 可能也是這個宇宙 給很多不適合當老闆的人一種命運的考驗 雖然目前還沒有辦法很肯定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的錯 有可能是店家疏失 也有可能是外部設計的侵害 但是 人就是從餐廳裡吃的東西 出了事還發生了死亡的事故 在輿論上 店家很難逃避責任 只是這個責任大到什麼程度 如果真的是疏失 那這個品牌一槍就斃命了 雖然以目前來看應該也是差不多了 如果是直接責任 形式上有過失致死等刑責 後面還有民事賠償的問題 尤其這已經出人命了 加上住院的醫療 賠償範圍幾千萬到上億都有可能 依照目前負責人的財務狀況 消費者求償無門 老闆破產人生難以翻轉 可能就是這個事件的結局 當然這也給很多的餐飲業品牌寒蟬效應 稍有疏失就傾家蕩產全軍覆沒 這也是讓餐飲業覺得 做生意很像抱著炸彈在討生活 所以平常就要戰戰兢兢的檢討 是餐飲品牌必備的基本精神 雖然在其他的行業 可能可以比較安全的去面對 就像洗鞋子的 就算洗壞掉也不會出人命 頂多賠錢 修手機的頂多修不起來 自己做白工大家白等一場 但至少都不會發生損失人命的事件 畢竟人命真的很重要 所以餐飲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安全流程 這是我看到這個事件的感觸 創業就像在汪洋大海中駕駛一艘船 有人越開越大形成船隊 有人卻迷航在這片大海載夫載城 最後沉默在海底無影無蹤 我是執行長川 連鎖品牌創業者 這個頻道持續關心社會時事與創業話題 訂閱追蹤起來吧 我們下一個話題見 拜拜